大家好 我是麦子学院的讲师 我叫马锡林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第七讲 就是仿真调试以及下载 那么我们分成四个部分去讲 第一个就是仿真调试下载的驱动的安装 然后也就是cc debug的驱动安装 然后程序的仿真测试 然后就是flash programmer的一个软件实现程序的下载 它是下载hex格式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读取ccl540蓝牙设备的IAEA地址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驱动的安装 我们我现在开发版和cc debug已经装饰 已经接上了 然后我们就安装驱动 根据打开电脑 然后管理 然后设备管理器 然后是不是这里就是没驱动的 就会有一个感叹号 然后我们可以做更新驱动程序 然后浏览 因为我们开发版 它自带有一个驱动程序给你 把它弄进来就行了 我先我是把它弄出来 然后放在那个低盘 低盘的一个专业工具里面 然后就是专业工具里面的一个AR的 然后它反正器的 然后是一个8个驱动程序 Win32的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它就把程序驱动装起来 然后装完 关闭 然后它就这里就显示一下 那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安装好了 对不对 那么安装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程序的下载了 因为我们第二步嘛 第二步就是讲程序的仿真调试嘛 我们就打开一个 我们就打开一个流水灯的吧 然后 然后我们打开 打开完以后呢 我们就先那个编译一下 因为有这个update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先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它的那个 save all 你要先保存一下它这个设置的稿 我们 那么再编译吧 然后没有错误 也没有警告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仿真一下 看一下 那么我们就点开仿真 然后这个就是仿真的按钮 然后我们可以全速的看一下 全速的运行 然后下面你看那个灯 就是流水灯这么闪 跟着流水灯这么闪 我们这个是暂停 这个是复位 这个是单步 我们可以执行单步看一下 单步的话 我们你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先把软件复位 然后它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你每按一次就执行一步 是不是 然后灯就会跟着变化 这里现在是灯刚才是点的 是点亮了 是不是 点亮第一个 然后下面是点亮第二个 是不是 第二个亮黄盾了 然后内延时 然后又点亮第三个 然后右延时 又点亮第四个 对不对 看那边伸出来 那么我们剩下的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执行到光标处 我们可以再复位一次 然后这个东西是执行到光标处 我们就把把点把它点到这里 那么我们就会可以看得到 等一下就可以把四个灯 也依次点亮 我们就执行到光标处 看是吧 这个就是执行的光标处 然后剩下的话自己去看一下 因为它调试的方式很多 然后这里就可以去总结看一下 然后我们要我们要用那个下载的话 就是要提供这个programmer下载的话 我们就产生hx文件 那么从这个文件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通过这里 把它设定一下 嗯 就是那个opinion 也先把它暂停 然后再opinion一下 设置一下 我们这里只要设置link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link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把upput这里 然后把这个复选选抄 然后这里设置成个这个样子 然后大概就是说这个框下的话 我们设置这个地方就写这种东西 在这个这个样子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写 extra up to output的 这个就勾选一下 默认环境叫产生一个txtxs s ex 管件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默认一下 然后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设置完 然后OK 然后我们再编译一次的话 它就会产生se x文件了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关闭 把这个关闭 那么关闭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呢 我们就因为那个programmer的话 我已经安装了 然后我们可以先把它打开一下 打开它在哪里呢 它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呢 我们这里就默认选这个MSP430 这个设计是烧录设计 如果你选这个的话 就是给ccdebug烧固件更新固件 这个的话就是给仿装器烧更新固件 我们一般不要选这个 选这个会烧录出错的话 就那个ccdebug就要重新烧一个固件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 这个我们连接那个debug以后呢 我们连接那个cdebug以后 它就这里会自动默认出来的 然后我们这里不用管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 那个就是选择呢 我们对应的那个文件就是se文件 刚才我们是不是led闪烁的 然后testdebug 这个里面testhex 把这个文件勾选 然后再选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这一个就是擦除 它的意思就是擦除芯片 当遇到芯片被锁出时可以点击个一项擦除芯片 就是芯片被锁了就可以用这个擦 那么第二项 inrust and programmer 它的意思就是擦除并且编程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般默认下的 就是他又他就在第二步的基础上又加 验证 验证 也acx文件 就是不是有个verify嘛 就是验证嘛 验证它的文件嘛 那么下面一个就是 下面一个就是扩展以及那个 嗯 教验 我们我们一般就是用用第三个选 这个三个向导 然后那么下面就是 verify again 就是在教验两次嘛 是什么是吧 这个我们一般不管它 因为我们只选第三个 然后我们就选择选项吧 rust program and verify吧 你选这个 选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编程了 就点击这个 它就可以进行动作 然后这个滑动条码 以后就证明弄完了 然后我们弄完以后 可以看一下程序 弄完以后 它就可以自动运行 默认一下是自动运行了 然后它就可以工作了 然后我们就这个的话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项 就是那个 读取它的AE地址 是不是 AE地址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FreshPrigram来读取 那么这里就有个选项 很方便我们去读取它的地址出来 我们只要一点击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地址就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地址 是不是 总共有多少个字节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个 是不是 嗯 八 不 四十八个字节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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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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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字节 六个 八 四个 八 还是反正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一个AE地址 十六进制的 看 这里有个0x 十六进制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 如果我们要它地址来干嘛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先读取出来 然后就可以弄成一个比如一个什么唯一的地址啊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比如设置一个你要给一个设备设置一个唯一地址 因为我们自己去设置的话可能就是不好弄 然后那种芯片出厂公司的话 它一般都会给每个芯片或者一个固定的一个地址 就把它固定化了 然后就是唯一的 而且是不同的 是物理地址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吧 这个课 然后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熟悉一下这个课程 这些软件 比如怎么去仿真 它的仿真怎么去弄 然后它的那个flash program怎么去用 然后它的一些界面的一些功能怎么去看 然后怎么了解一下 反正反正这个关键在于平时的一个练习吧 今天就到这里吧